歡迎我們今天幾位案例 首先要看到第一位 是誰的貨色 我的貨色 妳的貨色 我的貨色 哪裡挑的 通話夜市好吃的東西很多 好 我們再看看通話夜市 今天陳宜蓉找的是誰 VCR請看 這次製作單位又給了我們 一個很難的難題 難題就是要找老闆娘 可是這難不倒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極具智慧美麗 於一生的性感女星 今天宜蓉來到台北知名的 通話夜市 在這個擁有上百間 攤販及店家的夜市裡 宜蓉會找到什麼樣的 改造人選呢 你好 你看 說實質那隻塊 就找到一個了 對 嗨 老闆娘 這個怎麼賣啊 看妳喜歡哪一種啊 有大小 妳是老闆娘嗎 妳應該是這裡的夜市之花吧 通話夜市之花 不好意思 不敢當 對不對 笑起來這麼甜 然後看起來又溫柔婉約的樣子 然後可以幫妳改造得很棒 很不一樣喔 要不要 要不要試試看 好不好 真的嗎 老闆娘 答應了 老闆娘 老闆娘 我們出來一下好不好 徐元一開始 宜蓉就順利的在路口 找到這位長相清秀 且願意接受改造的 烤玉米老闆娘 這個好古典喔 看一下 嗨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妳幾歲 我快四十三 四十歲 保養得好好喔 接下來 宜蓉也決定將這位 在服飾店的老闆娘暫時保留 繼續尋找其他改造人選 這個 正喔 嗨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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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依蓉 對 老闆娘好聰明 妳是老闆娘嗎 是啊 是啊 我們出來一點聊嘛 妳是 通話夜市之花吧 沒有了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沒有 是吧 不好 要不然好歹也是數一數二吧 妳在這裡開店多久了啊 這邊六年多了 六年多了喔 那妳有沒有興趣要來參加一下 我們可以配合妳的孫子 妳現在多大 我已經 真的假的 三十八看不出來耶 看起來 怎麼每一個都看起來像三十出頭啊 那妳要不要考慮一下看看 要不然來拍個照 改變一下造型 這樣子生意會變很好喔 妳看 現在裡面有人嗎 變漂亮的話 把那個照片擺在那個店頭 然後人就會若意不絕 真的 老公不曉得願不願意 真的嗎 老闆 是嗎 老闆好有型喔 老闆娘好漂亮喔 不會不錯啊 沒有啦 你下次又好不好 你下次又好 那你看有時候就是老闆娘那麼正 那一輩子就這樣子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人的一輩子 老闆娘來拍照 老闆娘 還有更漂亮 更變得更漂亮的空間 人的一生中 只有一次變美的機會 這次機會就給你嘛好不好 萬一它變美了 跑掉了怎麼辦 你怎麼可以用這麼負面的想法呢 聲音會變更好 經過怡蓉費勁三吋不爛之舌 眼前這位38歲的快餐店老闆娘 也答應接受改造囉 緊接著怡蓉還在夜市裡的 義大利麵店 找到願意改造的老闆娘 找到幸運之神眷顧的怡蓉 才剛開始就順利的找到四位 願意接受改造的老闆娘 她今天能否延續好運氣 獲得勝利呢 今天真是幸運 我可以 你不要這樣 好可愛喔 嗨 嗨 你好 請問一下你是老闆娘嗎 不是 你不是老闆娘啊 不是 嗨 請問一下你是老闆娘嗎 不是啊 這賣畫老闆娘 感覺還滿有氣質的喔 老闆娘你好 我是那個周日大精采的那個 裡面有一個單元 就是素人大改造 出來站著聊一下啦 機會浪漫給別人 而接下來這位錶框店老闆娘 因為無改造意願 所以一用決定放棄 繼續尋找其他改造人員 你好 請問一下你是老闆娘嗎 是啊 老闆娘你長得好正喔 我們這次的題目 是要改造老闆娘啊 然後你是我覺得 見過從頭走到尾 最正的老闆娘 真的 妳是問兵家吧 沒有 妳一定是 我從後面走過來 對 我們後面的時間啊 經過歇屬挫折 宜人終於又在夜市裡 這家服飾店 找到一位願意接受改造的老闆娘 好 嗨 妳好 妳是老闆嗎 妳是老闆嗎 我是 妳不是老闆 這很可愛的 對 耳朵怎麼來的 妳來跟我一樣的話 要給她高一點 出去玩的時候 花點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子 這等一下再更高調 我也用更高調的款式 好 我要更高調 妳要幫我拿這個花點嗎 我幫妳拿這個花點 好可愛 等一下 我要吃掉你 我覺得是聖誕節 萬聖節過 聖誕節過 聖誕節過 靜止…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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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馬 我說儀容啊 沒吃過鹿肉 也看過鹿走鹿吧 妳是迷鹿 妳是迷鹿 懂嗎 妳是老闆娘嗎 我 我是店長 妳是店長 妳老闆娘在嗎 妳在嗎 就妳啊 就妳嘛 這樣嗎 妳說謊 妳說謊 打觀眾 跟全部的觀眾道歉 對不起 我不得隨便道歉 我幫妳擋哪裡逼 對不起 接下來 周圍老闆娘雖然有改造意願 但儀容覺得落差不夠大 決定將她暫時保留 咕咕雞的老闆娘好像還不錯耶 我去買個咕咕雞好了 妳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單元 就是樹人改造嘛 然後跟那個黑人 跟那個澄澄哥出來找人 然後找... 這一次的題目就是老闆娘 要找這麼樹的吧 就是要這麼樹的 要這麼樹的 老闆娘妳說得真好 好棒 不要找這麼樹 自己覺得自己樹 就是要找這麼樹的啊 對啊 妳有改造空間耶 好 不要害羞 妳幾歲啊 老闆娘 28 28 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耶 是 你看妳 妳真的是要打扮 對 妳要不要改一下造型 真的有差喔 現在嗎 當然不是現在 等妳有空 之後跟妳約時間好不好 好啊 真的嗎 妳好大方喔 我真的要再反應了 我好愛在遊說 而儀容也決定 將這位28歲 不修蝙蝠 且單身的炸雞店老闆娘 暫時保留 嗨 哈囉 嗨 你好 你好 妳在這邊工作多久啦 我快十年了 真的啊 快十年妳多大 我多大 我四十歲 四十歲啊 保養得好好 都看不出來耶 是這個是養顏妹的 真的啊 對 我們就都是炸雞蛋 然後裡面有一個單元 就是我們有三個主持人 要出來找人家改造 妳要不要試試看 就是去拍個照啊 沒有 不用錢…完全免費 好啊 妳來試試看 好啊 真的嗎 妳好大方耶 謝謝 因為我想漂亮 一樣妳啊 好厲害… 今天運氣一級棒的儀容 一口氣熟獲了 八位願意接受改造的夜市老闆娘 最後儀容選擇 這位28歲的炸雞店老闆娘 她會改造成什麼模樣呢 我想要漂亮一樣妳啊 一樣我啊 這什麼盜妝劇啊 那是哪一國人啊 他是泰國人 他是泰國人 那是泰國人 那個老闆他在賣那個涼飯青木瓜 他非常有名 對啊 但是很好吃 你是那邊的里長 我是通話街的街長 街長 對 你剛剛那個雞排的是在一個 賣小籠包的旁邊嘛 那你最了解了 對… 他其實有都認識 平常有看到美女老闆娘在那邊 其實滿多的 通話街滿多媽媽 我們剛才其實有看到一些啦 對 不過他說你為什麼要找那麼素的 那可以告訴我們 沒打扮的那種素 你知道為什麼要找他嗎 為什麼 因為我從頭到尾啊 每個找到的啊 年紀看起來都很小 事實上很大 只有他 年紀看起來很大 但是怎麼那麼小 28歲 對,他完全不打扮 然後身上全部都是那個 賣那個鹹酥雞油渣 不知道技術可能不太好 全身都是傷 技術不太好 對,是天哪被油渣炸到 那個粉沒有裹好 對 第一次會兒一放下去 那油一定都會噴起來 對 會炸 而且有時候在那邊 又是高溫的旁邊 又很難穿長袖的 每天在那邊正眼 賣個雞排賣到長廢子 誰受得了 對不對 請到了他的妹妹來到現場 歡迎蕙馳 蕙馳 蕙馳 這個名字有困擾你嗎 對 來 蕙馳,你好 你好 你姐姐28歲 你今年幾歲啊 21歲 差這麼多歲啊 是長得很老成的那一種 真的 他為什麼決定要想要推一個胎子 因為他之前在雞排店打工 就是那家店打工 學會一朝辦事之後 自己出來闖 從媳婦兒熬成婆了 聽說他拉哩拉 他油膩膩的 常常就讓他覺得他生過孩子 對啊 對不對 他多久沒交男朋友了 有一點久 因為他很邋遢 他真的很邋遢 很邋遢 太髒了 好困難 常常會有人會... 看不下去 街坊都會舉... 你說小籠包的送他為兜對不對 對,街坊都不知道他28歲 覺得他會影響到通話夜市的觀瞻 是 人家會覺得說通話夜市好髒 老闆娘都不穿... 不換衣服 就是壞了我們這些攤販的外貌 對不對 對 好了,妹妹,看起來這個惠子 來,Baby,來 這邊請 OK 來,你準備Oh my God了 Oh my God 你那個Oh my God 一定要叫到整條雞都聽到 好不好 好棒 好,準備 先看喔 準備囉 看一下姊姊 姊姊 一個雞排美少女 會變成什麼樣子 1,2,3 還吃巧克力嗎 你巧克力 也太... 很漂亮 也太正了吧 這個就 這個就讓我們知道 什麼叫做婚了對不對 這就真的不素了 對 他現在是婚的 超多 快告訴我們看到第一眼的反應是 應該不是他 不是他吧 最正的是哪一個地方 你覺得最正 應該是那個你知道 那女人的地方 你知道姐姐這麼有料嗎 知道,可是她都穿得 就是完全看不出來 對,而且你看我們製作單位 保養得多好 剛剛怡庸有講到 因為那個被郵件到有沒有 手臂上都是這個燙傷 你看現在一點也都看不出來 這個滿好的喔 對不對 我們的化妝技巧 我們是觀察很入圍的 漂亮 來,趙正平顯然 週日大精彩真的是 工作人員可以化腐朽為神器 我們完全就是 講得真好啊 你看剛剛他被訪問的VCR 一個炸雞排店的老闆娘 真的不怎麼樣 可是從這張照片看出來 是男人能夠不愛他嗎 我覺得很像 巧克力廣告的平面 說得好啊 就是很高級的巧克力那種 甜甜的感覺 然後他的笑容很甜很甜 就是你看到這個畫面 就想要吃那個巧克力的感覺 是不是 是啊 太甜了 他的眼神,你看 一般人拍照很難做到這個 他眼神會笑彎彎的那種感覺 馬上把本尊介紹出來 來,歡迎 夜市老闆娘詹詩涵28歲 歡迎詹詩涵 畫身為俏麗甜心 超高校巡演技 給人笑料不斷 我們這個打造團隊 讓你變得不一樣 是哦 我們用車輪餅 遮你那個 遮你那個 遮你那個大 我可能要10個哦 這麼看不起 你自己要 你應該要笑點 我最喜歡人家說我有笑點 千萬不要說我帥 我知道我很好笑,我很有趣 但是 我太壓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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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市老闆娘詹詩涵28歲 歡迎詹詩涵 畫身為俏麗甜心 很棒耶 嗨 喂 瓜哥 你不一樣耶 你看他的手是不是真的都是那個 你給他看一下你的手臂 他的手跟他的腳 可以看一下 這是歲月的累積 真的 工作認真 就會留下這個傷疤 秘密滿滿的 你們現在這個手已經看到了對不對 對,不是 他有些事情他可以說出來嗎 113你不能打嗎 不是,家暴了 這是人家燙傷油 都見到這個手上了 一個不小心 搞不好他以為是皮膚病 對不對 有沒有人以為你... 聽說你曾經因為手上這些疤痕 人家以為你是吸毒的 對啊,就有一次遇到警察靈檢 然後我就不小心給他看到我的手 他就說你的手 平常都來打針或什麼嗎 我就說沒有 就是工作的時候被油噴到這樣 我的媽呀 各位看到了 這個工作之心酸 有沒有想過有個男朋友幫你 至少弄個粉啊 對啊 跟你一起創業這樣 他那天隔壁攤子那個 好像對你滿有意思的 你說賣小籠包的 對,一直插話 隨劍包啦,隔壁那個 隨劍包 對啊,他在追你的意思嗎 我要去問問看他 看他是不是想追我 有直接這樣問了嗎,你覺得 反正你剛剛就在這邊講了 來,思涵 來,思涵 思涵,這邊請 聽說你妹妹沒看過你美過 好不好 今天準備好了 這位長得不太素的朋友 準備 1,2,3,請回頭 你的巴都不見了 太正了… 妳吃的是什麼 真的太正了 太正了 妳真的長得太營養了 雞排西施 雞排西施 還有第二張美照 第二張美照 一起來欣賞一下好不好 來,第二張 請看 唉唷 躺著拍 好正哦 搞這個 在韻律教室拍嗎 是在韻律教室嗎 在同一個地方 如果就看照片狀況來講 就是說 看照片來講 感覺不只160有沒有 對 你有語帶伏餅 是覺得本人怎麼樣 對 本來也OK啦 本來也OK啦 OK 有時候趙哥厲害就是 他很直接 擋不住的那種 趙哥剛好也是單身 好啦,非常的精采 好不好,給思涵鼓勵鼓勵 來,謝謝妹妹 拍照開始 改造團隊先試了兩個定點的姿勢 但情緒緊張的思涵 肢體表現也受到影響 表現得相當僵硬 還是很緊張耶 還不是緊張 對啊 緊張到攝影師都喊咖的 手牌一直擺著直直直 真的 對,你們都不告訴我 等一下我放下來 你剛剛自己很講 對啊 硬巴巴的跟雞骨頭一樣 發現問題後 攝影師試著利用動態的姿勢 來修正思涵僵硬的肢體 工作人員也盡力地教導思涵 讓他表現出最美的一面 姿勢是需要慢慢的去修正 先讓他放鬆心情 然後試試看線條上 其實很多東西就是像在跳舞一樣 然後一定要用舞蹈的那種 理念去帶他 一連串的努力後 思涵的肢體、臉部表情 都有明顯的進步 秋昊心切的攝影師 決定再試試看不同的姿勢 期待可以擦出不同的火花 而在休息的空檔 思涵也不敢鬆懈 努力地揣摩表情 好可愛 拍攝工作繼續進行 思涵緊張的情緒又再度升高 工作人員也想辦法安撫他緊張的情緒 改造團隊嘗試 半身以及臉部表情的特寫拍攝 我們利用巧克力、電扇為輔助工具 希望能捕捉到思涵最美的模樣 從一個跟油煙為物的雞排老闆娘 化身為美麗甜心 真的是讓人大為驚豔 他的眼睛跟嘴巴 其實有一些角度 我們不要太正面的時候 他其實是還滿性感的 我發現他這個比較適合側面的角度 那我們會盡量去注意到 下一套拍的時候 盡量還是不要太正面 然後也就是稍微十五度的方式 然後自己呢 就盡量慢慢去嘗試擺出 比較好一點的空氣這樣子 第二套拍攝 我們決定拿出大絕招 利用躺下來的方式 試著將思涵緊張的情緒 徹底消除 絕招出馬 果然奏效 思涵整個人放鬆許多 表情之體也漸漸到位 好了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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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嘴巴在上面 撐起來 好 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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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美照表現出思涵 自己都不曾發現的美麗與自信 多冠氣勢越不可打 明星開買了 今天No.2第二位 是我們的A人所尋獲的 剛剛看到 我只能說 今天的這個戰況是相當激烈 今天是一場硬仗 我低估了童話街 你低估了是不是 你會不會也高估了師大夜市 我只能說我今天初集是滿另類的 是的,現在時間呢 對表一下 四點多 接近傍晚時刻了 但是我就是要讓你們 很多攤子 你這樣拍過去 很多攤子都沒有人 很多攤子都沒有人 我讓你們 你們可以找到十家 我只要有開兩家 我就可以贏你們 上次改造獲勝的黑人 竟然瘋狂選擇下午來到夜市 他能順利找到適合的改造人選嗎 這兩位哪一位是老闆娘 老闆娘在嗎 店員,妳就是吧 老闆娘不在嗎 老闆娘在嗎 老闆娘在嗎 嗨 請問一下 你是老闆娘嗎 是 幾歲了 十六歲 嗨 請問一下 誰是老闆娘 你是 老闆娘 你是 你好 老闆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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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你不是老闆娘嗎 不是 不是 完了 今天老闆都不在 老闆娘更是不可能這麼早出現 完了 我讓什麼 我只不過是 我有懷疑我前幾次出外景 我是運氣好 我現在有一種莫名的挫敗感 老闆娘 老闆娘是在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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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 請問 我可以在這邊買醉嗎 我怎麼怎麼... 我我現在快點出外景 天啊 老闆娘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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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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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黑金 看來今天黑人 真的受到了太大的打擊 還是快點恢復正常 快點找人比較實際吧 嗨 哈囉 老闆娘 老闆娘在裡面 老闆娘在裡面 妳先站在櫃檯 我問妳一個很慎重的事情 請問 妳是老闆娘嗎 是 掌聲鼓勵 有請老闆娘歷臨現場 經過一連串的挫折 黑人費盡千辛萬苦 終於在服飾店找到 這位願意接受改造的老闆娘 我找到一個 長得好像還沒年輕的 不知道是不是老闆娘就是 妳是在這邊是老闆娘嗎 一半 我上面還有一個老闆娘 那就算 好 我真的是要問囉 雖然不禮貌 但是我還是得問 請問一下 今年會更 18 18歲 18歲是老闆娘 接下來 黑人又在夜市裡知名的 咖哩飯攤販 找到這位年僅18歲的老闆娘 而這位賣銀飾的老闆娘 也在黑人討價還價之後 答應接受這項監製的任務囉 好 舒服 太舒服了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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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車輪餅嗎 是的 是老闆娘嗎 是的 我想要看到你 拿掉口罩的樣子可以嗎 可以啊 有什麼問題嗎 不好意思 我喜歡鳳梨的 紅豆的就紅豆了 一口水的鳳梨 試試看 瑞瑞 它有點溢出來 我要小心吃 因為這紅豆 它等不及要放到我的口中了 紅豆先生 我要來了 醬爆紅豆的感覺 溢出來 你看它的料汁 這差十一個多少錢 十元 我覺得剛剛我猛一看 你的起司非打造成像 張艾佳、張姐那樣 就林志玲就林志玲 怎麼打一張 林志玲又不可 林志玲才是開始而已 就是啊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打造團隊 讓你變得不一樣 是哦 我們用車輪餅 遮你那個 你就可以了 不是 遮你那個大 我可能要十個哦 不是啦 這麼看得起自己哦 這位自我感覺良好 期許可以改造成 林志玲的紅豆餅老闆娘 也答應接受改造任務囉 嗨 很有熱情在你的行業上面嗎 是啊 你必須 那你自己的人生嗎 好 我自己的人生啊 好 我的人生都寄託在冰淇淋上面耶 可以叫你冰淇淋變子姑娘嗎 可以啊 你如果要叫我 搖滾牛姑娘對不起 那我們叫Rock 好不好 OK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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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準備 首次出來 首次 3 5 4 4 4 此外 這位被黑人強迫做搖滾姿勢的 冰淇淋老闆娘 也在黑人的說服之下 答應接受改造囉 妳剛剛說什麼 我沒聽到 妳好帥 然後呢 重點不是問 很有笑點 很有笑點這件事情 來 妳放外面 我最喜歡人家說我有笑點 千萬不要說我帥 你要更半半幸福 我超喜歡半半的 謝謝 你好帥 重大力才能 謝謝 好有笑點 謝謝 謝謝 我知道我很好笑 我很有趣 但是永遠被曾國城 截屯壓抑住了 我太壓抑了 雖然行人過程挫折連連 但是黑人還是找到了 這五位願意接受改造的 夜市老闆娘 最後黑人決定向不可能挑戰 改造這位冰淇淋老闆娘 不思議大變身 保證讓你Oh my God 老闆娘超傻改造 全場海帆天 上 沒有辦法 小照片實在是 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 哪三個字 冰店大神大變身 極致一場誤會喔 所以這次妳答應黑人改造 聽說是誤會是嗎 極大的誤會 怎麼說呢 不是答應我了嗎 有誤會 我是答應啦 可是我原先是以為 妳說的是 來吃另外一個節目好不好 誤會啊 怎麼會這樣 沒有人在利用假公祭司 利用公務之變來發洩心情 我有一些勳謝嘛 屍然 師大爺只能覺得我瘋了 你剛才為什麼不找那個賣車輪餅的 其實是滿熱情的搖宜 但是我找到一個更猛的 搖滾牛 搖滾牛還是搖滾牛 賣賓那搖滾牛啊 全店就是用那種搖滾精神啊 他長得很不搖滾耶 這一點我也承認 你也承認吧 對啊 你找那位 那你選中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這個單元是不是 就要反差 趙哥,你是不是希望看到 反差越大越開心 那當然啊,一定的啊 因為這個就是本節目的宗旨嘛 來,今天他特別他的同事 還有他店裡面的公讀生 一起來了 歡迎 君平小花 妖 來 兩位,這邊請 來,準備囉 看一下你們老闆娘 冰淇淋阿姨搖滾牛 美女來了 冰店大嬸化身成為 冰淇淋女王 我其實也滿緊張的 所以出來的這個條件 看看有沒有落差這麼大 1、2、3 沒有啦,是上來的嗎 還 10 B 沒有下啦 這張照片跟第一張比 這第二張感覺就是綜藝咖嘛 小花,你先說 你看到了什麼 嚇到了 正不正 超正的 超正的 趙哥怎麼樣 趙哥 坦白講啊 我入這個週日大精采啊 這個素人照片 雖然不多次 但是這一次真的讓我內傷到 內傷 這張照片實在是 你說什麼 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 哪三個字 三個字 阿娘阿偉 什麼 什麼 他不是不好,你知道嗎 沒有對錯 阿娘阿偉什麼意思 這張照片不是不好 沒有對錯 是冰淇淋留在手上 好噁心啊 沒有 怎麼會是... 我們刻意有一種藝術的氛圍 藝術是一個頭啦 就這樣呼應他的職業 冰淇淋留成這樣 還笑得出來真是不容易 這是瞎 真的很瞎 對不對 來,例子 故意的 因為很多要表現很性感 不是,你說很性感的感覺 假裝你手上那顆麥克風 是冰淇淋 你要怎麼擺 擺得性感 又不會像這樣子 阿娘阿威 不會啊,我覺得很好 你擺一下嘛 你擺一下 如果這是冰淇淋,你怎麼擺 好,來 瓜哥,你怎麼擺 很好 他擺OK啊 他擺的話OK 如果以外國有一些那個 月曆、年曆女郎有沒有 康梅常常會拿著冰淇淋當道具 然後會留下來整隻手 其實滿健康梅的感覺 歡迎他本人出來 歡迎我們的冰店大神 游彥均小姐,歡迎 搖滾牛 拍 拍手 哇 怎麼可能 哇,Rocca 來... 你自己本身拍過 有沒有拍過像類似的沙龍照 或者婚紗什麼的 婚紗有,但是其他就沒有了 聽說這一次你答應黑人改造 聽說是誤會是不是 有誤會嗎 極大的誤會 怎麼說呢 你答應他改造是一件好事啊 你不是答應我嗎 人對真善美的追求是對的 怎麼會是誤會呢 不是答應我了嗎 有個流 我是答應啦 可是我原先是以為 你說的是 那是另外一個節目好不好 好 我誤會啊 沒有 店面跟人物的改造是不一樣的 一樣 他現在改造你一樣 也是把店面改造啦 我想也是啊 所以我就來了 對,把你個人的店面改造一下 今天這播出去 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人如其名 他有搖滾精神 怎麼說 他們... 因為他們店裡就是搖滾牛嘛 是 開帶其實是滿師大裡面 滿裡面的像 身像裡面 對啊 今天你來我跟你講 華人世界全部都會慕名而來 謝謝 對啊,這就跟店面打造 是一樣的道理 那意思大道就好啦 說實在話 造型師真是面對你 其實也跟打造 改造一個店面一樣很困難 就把你做得這樣子的 一個如詩如畫的感受 來,看看一下 你吃冰淇淋的樣子 來,到這邊來吧 來 準備好了 冰淇淋 冰店大神變成冰淇淋女王 她十幾年來沒看過自己 如此妖嬌美麗的樣子 一、二、三 請回頭 很美啊 喜歡啊 很突破啊 彥均怎麼樣 到這兒,來 你說說你內心的感動 彥均姐 好啊 Rocker 你哭啦 哭了 你怎麼了 假睫毛都掉了 好可怕 為什麼哭 你哭什麼 讓他分享一下好了 你喜歡嗎 總覺得他們做的裝扮 就覺得好像... 反正就是一個... 就是... 普通的沙龍罩 對,而且... 而且就是很意外 你真的哭得... 你哭得跟那個累人一樣 你還好吧,你 從... 你沒想到... 沒有自己... 哭了,他都... 我的媽啊 你從來沒有想過 你自己可以拍類似這樣的照片 這樣的氛圍 因為這種身材 然後再加上樣子 所以根本沒有想到會這樣子 即使我穿著這樣子 我也覺得說 這只是一個效果而已 看起來並不會說 像很好看這樣子 你現在知道我們的製作單位 對你是不離不棄啊 你知道嗎 我們有心可以把你改造成這樣 你知道... 滿感動的 我找你的目的 你應該會了解了吧 我並不是說 刻意要騙你或什麼 我只是想要讓你自己看看 有不一樣的人生 那或許以後不用這個樣子 但是讓你自己知道 你也有這一刻 其實他對他自己滿有... 滿有信心 只是說一般的世人會覺得 有些人的... 比如說身形 或是或是說體格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他滿... 就是還滿輕鬆自在 在看待自己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你今天願意來 我覺得你還滿有... 應該是鼓足的勇氣對不對 你會覺得 我不過就是開個冰淇淋店老闆娘 那我來這裡 會不會人家看我 以後我還要再做生意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有做了 某些程度上心理的準備 如果很開心 就是不管外表是胖的或瘦的 如果開心 如果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們國外 比如說很喜歡肉肉的 你去巴西的時候 你就是巴西小姐 來改造的第二張請看 滑滾 搖滾牛 好可愛 好啊 這個好可愛 這個好可愛 真的好可愛哦 這個可愛 你自己喜歡哪一張 我兩個都喜歡 兩個都喜歡 因為很極... 很極端是不是 有沒有感覺到比你的婚紗還好看 有耶 對不對 你的個性、你的表情 真實的個性就跑出來了 這一張有點像那個 現在的那個秋秋唱團的那個 金字娟 對 很可愛 趙哥,你要補充嗎 我覺得現在要看他本人 比較可愛、比較漂亮 他的談吐、他的氣質 跟他一切這樣周遭感覺起來 他的身高再加上他的體重 不會太唐突耶 而且我覺得他的內涵 是吸引人的重點 沒錯 謝謝你自己 非常好 給我們一個機會 也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 對 挑戰自己改造成功 謝謝你的勇氣 非常謝謝彥均 謝謝 所以當然也不是留多久了 對 對 連一修過也會 謝謝 造型師以大掃除的精神 從頭到腳 仔細的為他打理了一番 造型師解開了 彥均綁了幾十年的辮子頭 並且上捲 一習低胸豹紋洋裝 加上與冰淇淋做結合的拍照方式 無實單純的彥均 即將震撼你的視覺 改造團隊選用PATON的姿勢 來修飾彥均圓潤的身形 和利用於冰淇淋的互動 試著捕捉彥均最美麗的一刹挪 請他只能不能回到 他自己的少女班 對 只要在口罩往上搖 對 口罩 好 放感覺就吃那個冰淇淋 冰淇淋 來 對 自家吃不來 請他吃自家冰淇淋要補充它 快點 冰淇淋 冰淇淋 對 這套拍攝重點 在於彥均的表情 是否能達到改造團隊期待的 甜美性感 好融化 很好 彥均成功化身成為冰淇淋女王 看到他感動的表情 改造團隊也予有榮焉 第二套美照 我們加了許多搖滾的元素 重金屬風格的T恤和短裙 龐克味道的髮型 誇張的飾品 換完妝的彥均 讓人感覺要去參加一場搖滾盛會 這套拍攝的重點就是要哭 你好 我先轉前去 好 再一點點 再一點點 再看 不見我 再一次 再舞蹈之後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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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了幾個姿勢後 攝影師決定嘗試一些 比較狂野 與真正帶有搖滾靈魂的動作 等一下來個什麼 Rock 這太可愛的女生了 有幫Joker的感覺 Rock 好 換上了黑指甲 現場高分貝金屬月的氣氛下 彥均毫不保留 讓他內心狂野的一面表現出來 對 每個Finger都要出力 各位大姐 今天這樣更笨 從一個安靜修舍的老闆娘 化身為狂野的搖滾女神 極大的反差 黑人隊身卷在握 明星開沒了 今天要進行第三個案例 要到我身上了 會有壓力嗎 我們的鏡頭換到了 士林夜市 這是我們的全台最大觀光夜市 也是最有名的 每個... 等於是每個旅行團 包括香港團、日本團 一定要去試 各歐美國家 包括全亞洲 只要有來台灣觀光 來台北有住、有過夜的 基本上晚上都會到士林夜市 走走逛逛 我相信今天的這個個案 你們應該會覺得很感動才對 我們照顧到了 這個人的外表 從背影看 我的媽啊 你應該會非常非常的感動 他是哪一個攤的老闆娘呢 請看士林夜市